在最新一期的综艺《女儿们的恋爱》中,郑爽和张恒这对情侣又产生了矛盾,和上次一样还是在车里,网友们都称这辆车怕是有毒霸,事情源于郑爽因为忙着筹备十周年生日会,压力颇大的他在车上一直给张恒诉苦,担心自己舞蹈动作方面准备不足,而就在郑爽唠叨的同时,张恒明显和他不在一个聊天频道上,你说你的,我说我的。 而且隐隐约约还感觉到张恒有些不耐烦,后来在张恒下车买东西时,郑爽就一个人委屈在车里大哭起来,网友们都称这种状态的确很委屈,感觉张恒不理解郑爽,还有网友说感觉两人会分手,郑爽爸爸作为观察员看见女儿受委屈也是满脸的担心,他也透露,郑爽从小性格就不自信,总是觉得这不行那不行,在世上他特别需要对方的理解和支持,而张恒的做法却事与愿违, 就像趴皮酱评价张恒,情商方面不是非常成熟而已了。